而疫情升溫也呼籲大家不要外出 实际走访了花莲各个景点 包括了松原别馆、花莲文创园区 还有七星潭风景区等都拉起了铁门或者是封锁线 要降低群聚感染的机会 每到周秋假日,花莲各景点总是观光人潮 不过随着疫情升温,花莲也新增确诊病例 让更多花莲乡亲以及游客人心惶惶 走访为在花莲市区的松原别馆也拉起了铁门 此日起到28日暂不开放 预计29日才会开源 另外像是知名景点七星潭风景区 小吃摊位一片空荡荡 包含崇德板夏等区域水域油气活动 也都拉起封锁线 此日起到6月8日都暂停开放 而为在花莲市中心的花莲文化充益产业园区 除了停车场维持营运 其他如园区服务中心、各场馆以及厕所 此日起到28日也都暂停使用 拉起封锁线 原本晚上喜欢在园区散步遛狗的民众 也只能配合防疫规定 示范疫情早日趋缓 记得讲邦夜猴灵师报导